我们见过两个根号的这类数字的题目 对于代数的题目,我们又会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看一看最里面的根号 里面的这些数字是怎么处理的 这次根号里面的就是1加a的平方 再加a的四次方 其实这一条是典型的音色分解题目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尝试这个approach看看如何 里面是1加a的平方 再加a的四次方 这样,我一般都会手多多将a的平方 加多一个给它,而最后呢,就减a的平方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事关就是因为我们头三行呢 可以form到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而最后这一块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平方数了 那所以这条式呢,可以被分解作为 a的平方数 a的平方 加a 加1 而剩下的那一块呢,就是a的平方 减a 加1 嗯,OK,so far so good 但是对于数字来说呢 我们知道里面,例如跟好3 3是一个正数 可以被开放 但是对于代数来说呢 我们又要进行多一步验算 因为我不知道代数里面是什么数 那我们首先要验算一下 这些东西可以被开放先 如果不是,就算分解完 都是徒劳无功的 那我们首先要验算一下 这些东西会被开放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验算呢? 那看到这个是一个二次方程呢 我们要验算它那些最大呀 最小值的那些呢 那些呢,就会用一个老土一点的方法的 就是配方法 competing the square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就要进行competing the square 这个a的平方加a加1 另一个是a的平方 减a加1 那我们索性结合出来 来看看competing the square 反正方法也是差不多的 a的平方 那这个就会变成a 又是正负冷卖一起说了 a加1呢 competing the square的方法 我们知道 这个就会变成a 又是正负冷卖一起说了 的二分一次方呢 的平方 加3 over4的 好了,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平方 那这个平方 无论正负也好 那它最小的值 就是0了 那其他数呢 就会令到这个平方大过0的 那一个 怎样都大过0的数 那我当它0啦 那再加一个正数的话 那整个over4的结果来说呢 它怎样都是大过0的 那一个大过0的数 那当然可以被开放啦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做这一条题目啦 那这条题目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 懂得分解 第二个根号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没有2啦 没有2可以抽出来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需要自己营造啦 那 那 怎样营造呢 当然 没有的话 就 分子分母同时乘以2啦 那所以这一个呢 就变成2加2的a平方 那这个是分子来的啊 那这个之前分解过了 所以就照抄这个分解的 a平加a加1 因为这一块东西可以确保分解出来的 这两块东西各自都可以deserve 他自己有一个根号给他的 a的平方减a加1 嗯 那下面是2啦 随便拉一条线 结合这个根号先 那这样 这一块东西 就好像是 我们完全平方数的一个2a和2b 2ab嘛 那这样我们可以索性 将这块东西变成a 这块东西变成b 那我们找回a的平方和b的平方出来呢 那其实是可以的 你想想 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即是跟好里面的这一块东西 加这一块东西 这两个a的平方加上就是两个a的平方 这两个1加上就是这个2 那而a 正a和-a 两个刚刚好cancel 那其实这个分子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一个complete的square 那再写完这一步了 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a的平方 加a加1 再加这一块东西 隔离 a的平方 减a加1 再加a的平方 减a加1 再加a的平方 减a加1 嗯 这个很大龐的东西 下面不要留下这个份帽是2 那上面既然形成了这个形式的话 自然是一个完整的图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下一步了 这个份帽可以拔出来 就是1 over 跟好2 a 平方 加 a 加 1 这个加 跟好 a 平方 减 a 加 1 一般来说都会将这个东西有理化 所以这个份帽的部分 一般就会变成跟好2除以2 只要份子份帽同时乘以跟好2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不要啦 用这个系数乘以这个东西就是最终的答案啦 然后说的关节公司就会变成了 另外一个还有一条 就会变成好 就会变成了 你怎么听的去也就会变成好 我们 nhất会变成好